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5号星期二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加州出现首例儿童感染流感RSV死亡病例 南湾沸水检测到RSV病毒增幅最大 运营83年后 库伯蒂诺水泥厂宣告关闭停产 10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增8% 低于9月 拜登称是通胀走向温和的可喜迹象 麦卡锡或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提名 能否最终当选仍不确定 习近平在G20峰会上讲话 但没有提及俄乌战争 中国经济10月遭遇更沉重打击 零售俄5个月来首次萎缩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 吉辅市长说首都一半地方停电 世界人口15号突破80亿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张苗 11月15号湾区综合报道 据盛河西水星报报道 加州11月14号周一 报告了今年冬季首例与流感和RSV 有关的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病例 RSV病毒是呼吸道荷包病毒 是引起全球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 最主要病毒病源 根据CDC的数据 每年在美国5岁以下的儿童中 约58000人应感染RSV病毒住院 100至300人应感染该病毒而死亡 在过去的两周里 在帕洛阿图 桑尼维尔和吉洛伊等城市的废水中 检测到的RSV的增幅最大 盛县卫生官员鲁德曼博士提醒民众 如果生病应该避免室内聚集 此外要坚持佩戴口罩 本台记者陈永青 11月15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 15号为市场街南部的旧金山城市诊所 一幅新壁画揭幕举行了庆祝活动 它是与Prasita Ier-Mullerist合作的 旧金山城市诊所是一家门诊诊所 其目标是预防诊断和治疗性传播感染和爱滋病毒 并满足旧金山人性健康需求 自1977年以来 Prasita Ier-Mullerist壁画家 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壁画艺术组织 他们的作品丰富和美化了城市环境 他们还教育公众艺术创作 本台消息 11月14号位于库伯蒂诺西部山区的 雷哈埃水泥厂宣布 在运营83年后 这个水泥厂即将被关闭 该这个水泥厂于1939年开业 是蓬勃发展的湾区建筑材料的重要来源 该设施的摇炉将石灰石加热到2750度 也是湾区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其温室气体和空气中的拱排放量 在湾区工业场所中排名第一或接近第一 圣塔克拉拉县的一份报告显示 仅在过去十年中 雷哈埃公司就收到了2000多起 违反环境法行为 并支付了约250万元的罚款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本台特约记者颜天 11月15号华盛顿报道 劳工部统计局周二报告称 美国10月份生产价格指数PPI 同比增长8% 较上月修正后的8.4%水平有所放缓 并低于8.3%的市场预期 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下降 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的PPI数据 月度环比上涨0.2% 年度同比上涨5.4% 如果只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 则该数据于9月持平 为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同比则上涨6.7% 低于9月份的7.1% 拜登总统在周二发表声明称 最新的PPI数据让我们有更多迹象 开始看到通货膨胀走向温和 拜登还表示 他所提出的经济计划正在取得成果 美国正以强势地位面对全球经济挑战 本台记者阎天11月15号 华盛顿报道 周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在党内无记名投票中 以188票对31票 战胜了保守派挑战者众议员 安迪·比格斯 赢得了共和党众议员议长的提名 截止本周二 本次中期选举众议院的控制权仍未确定 仍有14个众议院选举结果未最终出炉 目前的情况显示 共和党最终只能以微弱优势赢得众议院控制权 这也导致前总统川普及其主要盟友麦卡锡 在党内遭到质疑 就在人们普遍预计前总统川普将于周二晚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之际 他在参议院的重要盟友南卡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表示 他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 他补充说 我认为共和党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川普总统今晚不要宣布 预计川普将于美东时间晚上九点 在佛州海湖庄园正式宣布参选 在川普采取行动之际 全国许多共和党人都对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指责他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表现不佳的原因 拜登周二正式请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追加377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超过210亿美元用于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以抵御俄罗斯的持续入侵 白宫正在要求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在明年初新一届国会宣示就职之前批准对乌克兰的拨款 之后共和党可能会占国会的微弱多数 而同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空袭 发射了大约90枚导弹 随着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建议消费者和小企业主 通过持有现金和推迟购买大件商品来降低风险 这是自贝佐斯上个月发推表示 是时候踩刹车之后 第二次对经济衰退发出警告 最近随着新一轮裁员和削减成本措施 在过去几周生效 许多高管都警告称 美国未来经济将面临艰难时期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萧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继14号与拜登会面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G20印尼峰会期间 先后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法国总统马克龙 韩国总统尹西越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荷兰首相吕特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外国政要会面 G20印尼峰会15号开幕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题为 共赢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讲话 但其中他并没有提及到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经济10月份遭遇更沉重的打击 在政府收紧监管和全球经济恶化的背景下 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和出口需求下滑 凸显出重振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官方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中国经济活动全面降温 由于工厂产出增长放缓 且房地产投资加速回落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意外下降 为5个月来首次萎缩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最新迹象 将令人们更加担心全球经济最坏局面尚未到来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通知 根据最新风险区华定管理办法 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在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 跨省游客需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乘坐跨省交通工具 按照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检要求 积极引导游客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推动防控关口前移 但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出入境团队旅游 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依旧暂时继续暂停 而且暂不恢复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团队旅游业务 15号在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发言人张毅介绍 截止14号 广州共启用方舱医院6个 开放床位2万余张 投入医务人员4000多人 主要用于接收无症状感染者隔离观察 澳门行政长官贺一成 15号表示 香港是澳门旅游业的重要市场之一 所以一直没有封关 目前每天约有150人到澳门 至于会否因应近日放宽入境防疫措施 缩短5天酒店隔离和3天居家隔离后 领更多港人到澳门 要看澳门能否有更多隔离酒店容量 贺一成说 目前的香港旅客只属过客 在澳门隔离后转到内地 要恢复港澳两地无需隔离 全面开放通关 要使香港的疫情变化而定 目前香港每日仍有约5000宗感染个案 会对澳门带来压力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15号在立法会发表2023年度施政报告 当中提到澳门明年将继续派发现金分享 每民永久居民派发1万元 非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 明年将是澳门特区政府 自2008年起推出现金分享计划后 连续第16年派遣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仍会向永久居民发放 600元医疗券 2023年度的净老金维持9000元 养老金每月为3740元 最低维生指数维持在4350元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案件将于下月1号开审 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蒂姆·欧文代表他抗辩 香港律政司反对 并已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申请 律政司早前反对黎智英聘请蒂姆·欧文来港代表港抗辩 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及上诉庭均认为 引入富有经验的著名海外形式及人权法专家加入 符合公众利益 有助丙行工程以及协助国安法法理学等发展 因此批准蒂姆·欧文代表黎智英 据路透社报道 根据四个知情消息来源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控股已开始了新一轮裁员 范围涉及集团六大业务中的三个 目前尚不确定裁员的规模 据知情人士称 裁员将集中在串流媒体 视频游戏和云存储三个业务板块 其中有两个消息来源说 游戏业务的员工上周已经收到了解雇通知 路透社就此向腾讯质询 但未获得答复 路透社报道说 目前不确定裁员的规模 从今年早些时候 总部位于深圳的腾讯公司已经宣布裁员 此外包括中国另一大互联网巨头 阿里巴巴集团及一些规模较小的科技公司 如小红书等也在纷纷裁员 腾讯公司八月份公司透露 截至六月底 其雇员人数已从三月份的 116213人减少至 110715人 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官方微信的消息 高血压是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慢性疾病 关于高血压诊断标准 2005年 2010年 2017年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宣传教育要点 防治指南 临床路径等 均明确 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 非同日三次血压 超过14090毫米拱柱 目前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15号宣布 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将由广州改到泰国曼谷举办 比赛日期为12月7号至11号 较原本计划的日期提前一星期 世界羽联表示 与中国羽毛球协会协商后 同意鉴于目前疫情形势带来的各种挑战 异地举办赛事 世界羽联感谢中国羽协 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体育局的工作 并感谢泰国羽毛球协会提供替代举办场地 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联合国大会14号通过决议支持建立机制 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进行赔偿 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要求建立架构 让俄罗斯针对2月24号开打的俄乌战争 进行赔偿 美国估计开战以来 俄乌双方已有超过20万人伤亡 决议案提及俄乌战争时指出 俄罗斯必须承担其所有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包括弥补伤者 包括这种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 G20年度峰会15号在印尼巴黎岛开幕 这是自俄罗斯今年2月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 20国集团首次召开峰会 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在欢迎各位领导人出席峰会的讲话中 呼吁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挑战 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乌克兰 但指出如果战争不结束 世界将很难向前迈进 另据消息 受邀与会的柬埔寨首相洪森 原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峰会期间会面 但却在14号晚间检测出新冠阳性 而取消了出席 不过洪森在上周金边主持东盟系列峰会期间 曾与美国总统拜登 中国总理李克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多位外国领导人会晤 俄罗斯当第15号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攻击 西部利沃夫 东北部哈尔科夫 以及首都基辅等多座主要城市预袭 导弹攻击目标包括能源基础设施 导致大范围停电 基辅全市以及范围更大的基辅地区 响起了防空警报 当局呼吁民众到防空设施躲避 基辅市长说 两座住宅楼宇被击中 几枚导弹被拦截以及击落 当局在其中一座楼宇发现一具遗体 他又说全市至少一半地方没有电力供应 乌克兰电力公司宣布在首都和其他地方紧急停电 政府高层官员形容现实形势严峻 都敦促民众节约用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地时间15号晚间表示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电网的连串打击 是对目前在巴厘岛举行G20峰会的一记耳光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 乌克兰战争成为各国领导人关注议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席在印尼G20峰会后 对记者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乌克兰谈判 拒绝谈判的是乌克兰 他说G20峰会宣言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 俄方提议在最终文件中体现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过事项向G20峰会发表讲话 提出恢复和平的多项建议 他说应保障乌克兰粮食出口和能源安全 俄罗斯应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乌方人员 停止敌对行动 从乌克兰撤军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俄罗斯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乌克兰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无法而且无意展开谈判 俄方将继续通过特别军事行动实现目标 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 世界人口15号突破80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是庆祝多样性和进步的时刻 同时也是因思考人类对地球的共同责任 报告指人口增长是人类发展所致 也给最贫穷国家带来艰巨挑战 报告指19世纪之前世界人口不到10亿 而从70亿增长到80亿只用了12年时间 欧盟15号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中誓言 欧盟将加强减碳努力 坚称不会因为俄乌战争而退缩 重新拟定温室废气排放限制计划的欧盟表示 现已超越在2030年结束前减少排放55%的最初计划 待之以较1990年排放规模减少57%以上的新目标 截至当地时间14号 土耳其警方已抓获48名于伊斯坦布尔步行街爆炸案有关的嫌疑人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放置炸弹的女性嫌疑人名叫阿赫兰阿尔巴西尔是叙利亚人 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缴获3800元美金5000欧元以及1万土耳其里拉及珠宝首饰等 此外报道称嫌疑人在爆炸中使用了TNT炸药 日本驻澳大使山上信武14号在首都坎培拉发表演讲 并表示日本未来或许会接纳澳大利亚核潜艇靠港 美英澳计划基于安全伙伴关系AUKURS 通过美英的技术协助在澳大利亚建造并部署核潜艇 日本大使馆发布的演讲概要显示 山上指出核潜艇将提升地区威慑力 他介绍称美军的核潜艇曾多次在日本靠港 表示对接纳澳方核潜艇以准备就绪 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腾铁夫15号宣布 将重新让国际邮轮靠驳日本港口 邮轮公司要与停靠地的政府协商 日本2020年3月因钻石公主号邮轮爆发 新冠病毒群体感染暂停了国际邮轮靠港 行业团体近期制定了预防疫情扩大的指导方针 包括要求95%以上乘客接种两剂疫苗 以及所有船员接种三剂疫苗等 促使相关部门决定重新开放 节目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34.48点 涨幅0.87% 报收3991.73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56.22点 涨幅0.17% 报收33592.9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62.19点 涨幅1.45% 报收11358.4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转发 邨幅0.19点